GR汽车表示,这是召回年份涵盖2013年到2015年的特定车款Otima 与2014年到2015年之间的多功能休旅车Sorrento 主要原因是这两种车款就算引擎没有运转也可能意外引发火灾 且目前接获的客户投诉包括6起Otima轿车起火事故与2起Sorrento车隔离融化 因此建议这两款旧车的车主应先将车子停放在室外并且远离建筑物 且从7月2号起,车主一旦收到齐亚汽车的召回通知信 就可以马上联系经销商安装新的保险司、检查电脑 且必要时进行更换来降低起火隐忧 值得一提的是,2020年时这些车款已经被召回一次 而当时的理由是,刹车液可能泄漏到控制电脑里 进而导致电线短路并增加起火风险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